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发型量来看 你会发觉到有一个年份会比较特别就是1993年 这年份有着一个是$1还有一个不是$1 2005年 这钱币开始停止使用了 停止使用的原因可能是流通在市场的假币太多了 这也导致这个钱币的价钱也涨不了多少 在EB 卖着也只是几块钱的 在Muda.com 卖的价钱也是几块钱 而Lazada 卖的是$16 但是这个品项会比较好 这是网上的卖价 不同的品项不同的价钱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看了这样的价钱之后 你还会为这些高价买单吗 温馨提醒 这些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假币 在市场之前流通的也是很多 在这些地方 中文学中文字幕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